家人们好,天气越来越热了,今天跟您分享家庭版的冷面制作方法,咱们自己在家做一样嘎嘎好吃。 首先咱们把冷面用水泡上10分钟,空碗里咱们加入牛肉粉,用开水把它稀释开,再放入一勺糖,少许的味精,半勺的味极鲜酱油,再加入晾凉的白开水,雪碧咱们再来上点,这小味一下子就上来了。 白醋适量,再来上少许的白芝麻,能吃辣的咱们来点辣椒油,蜂蜜一勺,最后咱们加入少许的盐,给它搅拌的匀糊的,放入冰箱里面震一下,给它震的拔凉拔凉的。 提前泡好的冷面呢,咱们开水下入锅里,小火慢慢煮,大约煮至一分钟左右,咱们给它捞出来,一定要放在凉水里头,给它投的拔凉拔凉的,那才好吃呢。 换好后啊,咱们空一下水分,放到碗里面,咱们把冰镇的冷面汁啊,倒入里头,上面呢,咱们放点柿子,牛肉,黄瓜,香菜,煮熟的鸡蛋。 家人们,吃冷面辣白菜可是灵魂,东北大冷面呢,就做好了。 天热美味口,来碗冰镇的大冷面,开胃又结束,您学会了吗? 喜欢家人们试做一下吧,咱们明天见!